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临虐部署为优先 和民众期待有很大落差 国内狂犬病疫情 3日一共检测28例样材 全部为阴性 目前感染的范围 仍在中部、南部和东部的7个县市 感染的动物仍以诱欢为主 共有35只 立法院这几天冲突不断 蓝绿立委为了核四公投案 在立法院内大打出手 而在立法院外反核人士 也从昨天晚上实时开始聚集 在4日凌晨跟警方发生冲突 中油公司宣布 星期一凌晨零时起 调涨各式气柴油价格 每公升新台币0.1元 柴油价格不调整 调整后参考零售价格 925000汽油每公升33.6元 955000汽油每公升35.1元 985000汽油每公升37.1元 超级柴油每公升维持32.4元 新唐利亚电视整理报道